輝耳哥你好 Chris 你好 今集找了幾隻銅錶 青銅的鶴型來打造的手錶 好 其實都頗配潛水 嗯 你知道如果用了同學 都很少做一些很斯文 好像Normal那些錶 不過你也說得對 做青銅錶的很多品牌 都帶了運動型和潛水的元素在裏面 就算不做潛水 都起碼運動一點 是 不會是優雅的 不會做到很薄的衣服 不過有些青銅的做法 我覺得有幾次玫瑰金 所以今天拿了一隻 不是想介紹的 就是對比一下顏色 在鏡頭之下 是很像一種紅金的感覺 是 先來帝陀 這隻反而黃一點 我覺得帝陀的做法 黃一點 不過是折實的 25600 它是黑色的 基本上它都是一隻潛水錶 你看到好像表面有點漸變色 這個又不是黑色 它好像有點灰灰的 漸變 加上那一圈都是這種灰灰漸變的效果 針呢 我這樣看上去是金針 金字托 物底的 這個尺寸是大一點的 是啊 是不是 這個43的 是啊 都幾大 42、43 至少大隻一點 其餘的帶都是一齊大隻 有一點粗豪、粗礦 我覺得有一點像Panerai 感覺上 因為它的扣有多大 它的扣這麼闊 22扣 可能配合它的殼的尺寸 帶等等 OK 另一隻 這隻是紅一點 我覺得我和玫瑰金 去對比一下 是嗎 是 中紅金、玫瑰金 這隻是否是玫瑰金 這隻是玫瑰金 中紅金、玫瑰金少少 是啊 銅色 不過有些品牌 它做的同學 最初出來的樣板 是很像黃金 或者是紅金 這隻是Romago 這隻是銅 定價是19,800 你看到有一個陶瓷的圈 200米的防水 方形殼 它的方形殼比較貴 其餘的 待會有兩隻 是圓形殼 便宜一點 後面是墨底 200米的潛水 可以使用的 方形 但你看到Romago的設計 都是剪了一點 不是很尖角的方形 而且這個位置就收了下去 變成好像 有一點機械人的感覺 不知為何 我常常想起Romago 我就想起機械人 是 有一點方塊 這隻就叫做 不是太Romago的Romago 是 因為就這樣一個圓殼 四隻腳 即是運動型殼 但是它也是一個潛水 比較近勞力士 是 什麼尺寸 這個是40 40左右 1左右 41 OK 但是也是潛水型格的標 那圈是單向旋轉 可以轉動的 然後有一個 放大鏡 兩針 而且都好像 少許扮演Benz針的設計 扮演 但是它就是原點 對 很像 物體 也是 這隻粗獷一點的標 不過輝哥 嚇死你 很划算 8,900 折了一計 折了一計 你是不是 都是賣8,900 是啊 是啊 即是幾千元 即是說 青銅鶴 便宜的可以 9,000元 以下都有 是啊 你還要瑞士品牌 還有潛水 是啊 你不是潛水 插上一隻這些 怎樣折到6,000 其實你也是加多兩三千元 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些是瑞士機 是啊 不是米歐塔 沒錯 OK 還有一隻 剛才你看到紅藍圈 這隻黑圈 其實差不多 這隻的臉色也是黑色 也是同價錢 是 一樣是 它賣幾元的工價 是的 揮哥 再看最後一隻 是的 是 是不是差不多 是啊 這個 即是我不說給你聽 你以為它是 即是你沒有對比的話 如果不出聲的話 你就這樣看 以為是包金錶 或者是金錶 喂 真是正 有一種金的感覺 是啊 是的 二萬六千元 是的 這隻就是Bear & Ross 都是方形 咦 揮哥 兩隻可以做個 comparison 是啊 是嗎 都是 300米潛水的 這隻原來都是300米 咦 又是300米 不知道這隻是比較貴 原來我知道 剛才Romago 這兩隻是200米 是 這個不只是鶴型 是 原來它是多100米 哦 亦是有一個接扣 還有又送了 是不是送了一條大蟹 這個 是 是 所以其實 又不是多很多錢 是 即是這隻八千多 那這隻萬多元 是的 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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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中可以嗎 可以 一定可以 萬中可以 是的 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Romago 說完這隻 這隻剛才對角 好像金錶一樣 那個色彈 走一個啡面 都有夜光 非常厲害 皮帶都挺闊的 亦都是 即是 它的特色 都是方形錶 Baron Ross方形錶的特色 都是物體的 這隻是 咦 但是它的物體後面 做了 光色 嗯 是的 跟Romago有些不同 是的 還有它的敵 有些少少 框架以外 有些少少 那個膠 是 柳化膠的一種設計 我想整隻手很差 當你扭過巴罐的時候 可能會順一點 即是容易 不會線手 是的 針扣 是的 一個針扣 不過那個針扣 都挺厲害的 它也很強 我覺得是 更厚 它很厚 我感覺呢 更厚 沒有Panerai的針扣 Panerai的針扣 也是很大 但是沒有Baron Ross 那麼厚 是的 旁邊就是 方形的設計 26,000元 輝哥 26,000元 即是 兩萬多元 就是這裡 幾千元就是這隻 是的 萬多元 就是這隻的 Romago 是的 好 多謝大家